今天是我们的整个的九讲中间的第五讲 主持人刚才已经给大家介绍了 今天讲的这个内容 涉及到一个中国二十世纪的 很伟大的一个思想家 一个学者 胡适先生 那么胡适先生并不是一个 研究法律 学习法律研究法律的人 一辈子也没有做过专门的法律工作 我们为什么不胡适作为一个 而且这种题目就是说 少年胡适所建英国的法律程序 或者说像我们这个PPT上面所显示的 叫胡适与法律的正当程序 这样的一个说法有点 可能不少朋友会感觉到有点突兀 怎么会胡适跟法律搭上了 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 对胡适这位人物的了解 其实是相当晚近的事 也就是说在我们比方说读中学的时候 根本不知道天底下有胡适这样的一个人 因为五十年代初的时候 那时候的人还都知道胡适 因为1949年以后到了1952年53年 曾经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过大规模的批判胡适的运动 这个三连书店曾经出版过一个七卷本的这个批胡的文集 发动了中国的社会各界 主要还是当然是学术界了 学术界的各个领域 包括人文的包括社会科学的 等等各种领域的人来去写出 批判胡适的文章 但是到了五十年代后期的时候 胡适已经变成一只可以说是死狗了 没有太多的人再去理睬它 因为一场一场的运动 针对的都是都是国内的所谓的敌对势力也好 这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好 对于国外的远在美国的胡适 远在台湾的胡适 似乎已经是被人们逐渐的就淡忘了 我是在1982年 我记得整整40年前的时候 有朋友送了我一个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内部发行的关于胡适的书 一本是后来许多人都读过的 叫胡适的口述自传 胡适口述自传 大家都知道那是著名的学者 唐德纲当年作为哥伦比亚大学的学者 来去专门请胡适用英文口述的一个自传 然后这个自传一直都是英文存在 哥伦比亚大学 大家都知道哥伦比亚大学非常注重口述历史 让一些非常著名的人物都留下自己的口述历史 当然都有录音了 但是这个用英文保存的这个档案 一直就一直到70年代末 80年代初才陆续的被唐德纲先生 把它再翻译成中文 然后加了许多的注释来去出版出一个中文的版本 那也是我第一次知道唐德纲这样的一个人物 胡适的这个华东斯大出版社 这个内部引行的 是中国现代哲学资料选编 那么有胡适的自传单独成了一册 另外再就是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集 两册的这样的一个本子 我当时看了这个胡适的自传 就觉得特别特别的震撼 因为以前真的是不了解 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人物 所以就一时间对胡适就挺着迷的 觉得胡适这个人特别的特别的有趣 可以说他从在哥伦比亚大学留学之后 回到中国1926年27年 对不起1917年 回到中国以后成为北京大学的教授 然后就变成了思想界的一个风云人物 领军人物 一直可以说是一直到他去世 他到底在中国的现代的思想史 或者说整个的中国的现代文化史上 具有怎样的一个地位 我认为首先呢 他是一个一直在追求一种独立的人格 追求一种更加自由的社会 这种自由的社会包括在学术思想领域中间的 这样的一种比方说表达自由 我们都记得他喜欢的杨万里的那首诗 叫《万山不虚一席奔》那首诗 讲的是说你任何阻拦这样的一种言论思想自由的 这样的一种行为其实都是无效的 他是阻拦不住的 他自己也特别的注重自己的这样的一种人格的独立性 大家知道他虽然他可以说在中国地位非常的显赫 但是他从来没有加入过任何党派 蒋介石也多次试图拉他 比方说或者说进入到国民党内部 或者说去竞选总统去成为一个更加重要的政治人物 但是胡适都是非常非常的排斥这样的做法 他认为说自己保持一个干净的身着 在那样的一个混乱的社会中间其实特别重要 我觉得这种这不仅仅是一种洁身自好 他其实他也在非常注重追求一种人格的独立性 这样一种独立人格自由精神 可以说是在胡适身上体现的特别特别的明显 特别的重要 我认为他是我们的近代 这个上个世纪的整个的历史 中间一个特别高级的一个人物 人格方面真的是无可挑剔的 那么第二个方面呢 我觉得他 大家都知道 他的这个学术的涉猎面非常非常的广泛 包括哲学 这是他的 他本身在哥伦比亚大学留学的时候 学的就是跟著名哲学家杜威 读的博士 他的博士毕业论文写的是 先期明学史 或者说逻辑学在中国古代的发展的历史 那么他 除了哲学之外 他其实对于比方说历史 文学 文学史 对于宗教 比方说禅宗的历史 对于语言学 所有这些方面可以说 他都是博览群书 然后呢 对于政治 他也并不外行 尽管有人批评他 他所谓的政治方面的见解 并不见得有多么的高明 但是其实他 有时候也有一点 比方说 个别的时候 他对于某些思潮 他也曾经抱有过一点希望 但其实他 整体的一种政治的判断力 是非常了不起的 非常的准确 能够给这个国家 提出一个更加准确的 或者说更加合理的一个 发展的方向 所以我觉得他这样的一种 多学科的 可以说是在20世纪的中国 胡适是一个少有的 过去欧洲人喜欢说 是一个文艺复兴人 就是说特别特别的 这个博恰 博大的一种知识的一种事业 那么这样的话 给他带来的一种 良好的判断力 一种健全的一种判断力 是特别特别重要 所以他很快可以说就成为一个 中国在20世纪的20年代开始 他就成为一个当初无愧的一种 学术界的领袖和思想界的一个 最重要的意见的表达者 甚至有时候 比方说抗战的时候 大家知道他 胡适先生办刊物 独立评论 这样的刊物是他特别的看重的 经常在刊物上发表循序多多的文章 包括对日本的 日本侵华 在满洲事件发生以后 九亿八事变事件 后来发生七七事变 胡适先生都发表了许多的 涉及到中日关系 如何去解决的问题 他也曾经专门写过 写过至日本国民的一封信 这个信到现在读起来 也是都是很震撼人心的 所以他就当初无愧的成为一个 这个国家 学术界 思想界的一个领袖级的人物 这点是 我觉得 也是刚才可能有一朋友 提前说 交流的时候说 这个也是属于上帝赋予他的一种 特别大的一个魅力 他不仅仅可以写作很漂亮的文章 而且他的演讲也是特别的了不起的 他是中国可以说是近代以来 学界最重要的演讲家 我们不需要家之一 所以这个都给了他许多的能力 让他能够更多的去论述中国所面临的问题 并且给出一个非常好的回答 第三个方面 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 中国的教育和学术事业的一个重要的组织者 重要的推动者 不是一辈子其实除了担任驻美大使 那段时间以外 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学术机构 长期做北大的教授 文学院院长 后来呢 在1947年的时候担任北京大学的校长 他的校长很有意思 1949年 48年他就考到美国去了 到了美国就在美国住了很长时间 一直到50年代后期的时候才回到台湾 那么他到了美国 这个时候北京大学已经是 所谓的从旧北大变成新北大了 但是北大从来没有 中共官方从来没有下达过文件 说免去胡适的校长职务 所以胡适这个北京大学的校长 即便他在美国在台湾 也一直大家称为校长 称之为校长 每年北大的校庆 对校庆正是胡适的生日 过去老的北京大学的校庆日 是每年的阳历的12月17号 正好就是胡适先生的生日 所以每年的时候 北大的校友给北大庆生的时候 同时也是给胡适校长庆生 他念之在之的 对北大的感情特别的深 他一辈子说两个学校的时候 总会说我们北大 我们哥大 他死的时候身上也覆盖着 北京大学的旗帜 他曾经包括对于 比方说整个的国家的 学术事业的发展 教育事业的发展 用心良多 早就一直在筹划着说 如何去发展一些重要的学科 如何去整个的大学 怎样的布局 如何去比方说 北京大学的现代物理的发展 他虽然胡适先生 根本不是一个理工科的人 但是他对于北京大学的现代物理的发展 用心很多 另外对中央研究院 这样的一个全国最重要的学术领导机构 他也用了很大的心力去 从一开始的时候 他跟蔡元培先生一起来去 想方设法的为中央研究院奠定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 比方说选举院士 选举院士如何更公正 如何去避免出现某些弊端 所以他涉及的一些学术制度 可以说是特别特别的重要 这个当然跟他对西方大学 西方学术机构的了解 深刻的了解有关系 同时呢 也跟他的那种为人 特别的为人很诚恳 特别去愿意去 跟大家坦率的坦荡荡的去交流 看法 没有自己的私心 这个方面是有密切的关系的 所以这个 这个是胡适的第二个方面 第三个方面呢 我觉得是 他是一个 可以说是 循循现右 这个的好老师 他作为老师来说的话 有一些人一辈子 比方对他执弟子 像这个像杨连生啊 著名历史学家 在哈佛的教授 像这个 像这个 毛泽水啊 这些人 像这个 赴斯年啊 这些人都是一辈子 对胡适 执弟子 赴斯年这样的人 其实是眼光很高 他对于 比方说 胡适刚刚到北大来 任教的时候 赴斯年在学生中间 是一个 学生领袖级的人物 然后 北大的学生 特别擅长 就把一些 他们不满意的老师 给赶下台 赶下去 不让他讲课 这个时候 佛斯年说 这个人我还 听一听课 我听一听课 咱们再决定 是不是把他驱逐出去 结果 他听了课以后 觉得 哇 这老师讲得很好 我们不能赶他走 结果 就变成一个 特别的受尊重的老师 然后呢 他 越一个学生 进行一种坦率的交流 他的 在北京的住宅 每个礼拜天 都是全部开放 给各种 各样来课 可以随便什么人 不需要提前打电话 不需要提前打招呼 就可以到他家里边来去 去 去 去跟他聊天 向他学习 有一个叫陈志帆的人 许多朋友都知道 他是 北洋大学 不是北大的 不是北京地区 是天津 北洋大学的一个 机械 学习机械工业的一个 年轻的本科生 然后 穆 胡适的名 就到 北京来 礼拜天的下午 就到胡适家里边去 跟胡适一席谈 哎呀 胡适就觉得 这个学生了得 他说这个学生 真的是不简单 读了许多的英文的书 不仅英文的 专业的书 而且包括 英文的 文学的书 这个陈志帆 跟胡适说 我通过 对于 苏联 建国前后 以前是俄罗斯 文学 后来是苏联文学 他说 读这两个 时代的小说 翻译成英文的小说 他就知道 后来这个制度 是不好的制度 后来制度 是一个坏的制度 所以 这个 毛泽东当年讲说 有人利用小说 反党 就是 陈志帆 这样的人 是通过小说 来了解到 不同的社会制度 的优劣 这点 后来陈志帆 一辈子对胡适 特别的感激 他胡适去世以后 他写了一系列的 悼念胡适的文章 听起来 特别特别 令人感动 他说 因为他年轻的时候 也受过胡适 许多的帮助 他包括借钱 他管给胡适钱 因为后来他有了钱了 胡适给他回信 他说 回信写的那种 让人感动 所以他说 读信之前 他应该先洗个澡 他配读胡适这封信 所以胡适这样的一种 人格的魅力 很大程度上 也体现在 他提携后学 他对那些个 非常优秀的年轻学生 真正是不遗余力 去帮助他们 想方设法的 让他们能够获得 更好的读书的 条件 并且同时 直言不讳的批评 有一些 不合理的想法 比方说 有一个 他在台湾的时候 有一个 他的视角 他的朋友的孩子 从美国 学习回来 学的好像也是 物理学吧 然后胡适先生说 他就问他 说今后你打算做什么 结果这个年轻的学生 就回答说 先生我要 为天地利心 为生民利命 为往生计学学 为万事开太平 说了这么一大通 结果胡适就说 你是研究物理学的 研究这样的一种 科学的东西 容不得这么虚夸的 一种话语 你想为天地利心 你在天地利个心 给我看一看 怎么个立法 所以他不大喜欢 这种 这种 直接了当地 跟这个学生提出来 让这个学生 不要去 这个 儒家的那套 过分宏大的叙事 过分高调的一种口号 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好的 所以我想 这个胡适 也可以说是一个 特别好的老师 那么 最后一点 胡适又是一个 可以说是一个 改变了文明发展历史的人 一个历史变化的 一个重要的推手 它可以说是 如果说 二十世纪的中国 整体的一种社会变革 大家知道文学 是社会的一部分 文学又不仅仅是说 一个仅仅是说 一批小说家在写小说 而文学本身 它体现了一种 比方说你如何表达 一种个人 特别胡适 开展白话文运动 推动白话文运动 白话文运动 我们后边 讲法律 讲司法决策的时候 我们还会 特别提出来这一点 人们不再去 书写那种文言文 白话文 白话文 把各的写作的风格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这种绝对不仅仅 仅仅是写作上的 一种变化 而且也是思维方式的一种变化 人们通过使用一种 更富裕柔韧性的 更具有一种描述性的 一种语言 其实也解放了我们的头脑 让我们能够更懂得 去怎么去描述 比方说 对于一个物理学家来说的话 怎么去描述 他所见到的物理的世界 怎么去描述物理学的反应 化学的反应 那么怎么去 对一个学法律的人来说 你如何去 非常体贴的 周到的去描述一个 案件的事实问题 并且通过逻辑的运用 去做出一个 法律上的推理 所以这些方面 绝对不仅仅是文学的 一个领域的事情 可以说胡适通过自己的 这样的 可以说是非常了不起的努力 当然他跟他的朋友 他的同事 前轩童也好 这个陈独秀也好 这些人 大家共同的努力 让这个国家的整个的一种写作风格 思想的表达风格都发生了变化 所以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改变历史的人 这是一个很可爱的照片 再往下翻 这是1909年 1909年是20岁的胡适吧 看上去还是 那个还是清朝 清朝的还没有 满清还没推翻呢 他的头发好像已经剪了一些了 再往下翻 这是2007年的时候 我在台湾到了台北的南港 去专程到胡适先生的墓前 去拜业胡适 好 我们再往下翻 这是 胡适在1948年的 快要校庆的时候 蒋介石派飞机 因为解放区已经 把北京城给围起来了 所以当时 蒋介石就急急忙忙地 派飞机来去接 一些重要的学者 他跟清华大学的陈英雀教授 同时被飞机接走 他就没来得及在北京大学 共同庆祝 北京大学的50周年的校庆 这点他感觉到非常的痛心 但是没有办法 他看起来是不大可能留下来 蒋介石一定要 把他这样的人才给 给 给 拉走 所以他就到了南京 然后临走的时候 把自己的 藏书 各种文件 装了一百多个 打木箱 结果就留在了 他的故居那个地方 住宿那个地方 本来既希望有机会来 再回来搬走 但是后来就没有机会 现在故事这些 专门的藏书文件 已经是 已经是可以说四分五裂了 这个 五马分尸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 把最重要的文件书信 都给 放到他们那儿 国家图书馆 把上本书 一些西建本 都放到了国家图书馆 剩下的常用书 都留在了北京大学 这是 这是 我自己到图书馆去 专门看了一下这些书 也是相当大的规模 有许多非常珍贵的书 都是那些作者送给胡适的 胡适后来到 在美国 他 在五十年代 中期的时候 留下遗嘱 这个遗嘱 是用英文写的 那么 其中有一条是说 相信 在北平的北京大学 有一天 会成为所自由的大学 到那时 我将把我所有留在 北平的图书 都捐赠给北大图书馆 这是看来是一个 负条件的一个法律行为 说北京大学 变成一个自由的大学 他就赠这个书 那其实现在也不由分说 大家也都 就各自留了自己的这些书 这些书里边 真的是值得去 对于研究胡适的人来说 特别值得去 仔细看一看 胡适平常读了哪些 读了哪些书 跟哪些人有些交往 好 我们接下来往下翻 胡适一辈子 这个可以说 他也是日系的热情的写作者 他一辈子日记很少中断 可以说从留学开始的日记 都收集在这个 由曹伯岩先生编的 这一套胡适日记全编 这是安徽教育出版社 在2001年出版的 不是日记全编 不过这个本子 其实我个人非常的有意见 因为我觉得曹伯岩先生 完全不具备 编这样的书的一个能力 所以里边的涉及到的 一些人啊 人名啊什么 他又喜欢加一些诸识 把英文的名字 给翻译成中文 结果比方说 顾维军 顾维军的那个姓 你知道他那个时候的人的拼法 都特别的怪异 是KOO 酷 围军也不是现在我们的汉语评 那样的一种 维军 结果就把它翻译成了一个 仓库的库了 姓库了 而且是用外国人的 外国人的翻译法的 特别怪异的 包括像日本人的名字 翻译的普遍都是错的 这个真的是让人读起来啊 简直是如耿在喉 像吃一份米饭 一会儿一个沙子 一会儿一个沙子 那样一种 让人觉得非常非常的反感 所以我觉得这个书 我是特别希望 安徽教育出版社 能够再找合适的 适合的学者来对于 这本书重新的做一个 做一个重新出版 这个 大家知道日记全编 你们知道日记 所有的全集 其实都不见得很全 或者说绝对不可能是全的 所以我们很快就会发现 我们现在翻译下一页 来 我们很快发现 北京大学在2001年的时候 就在胡适留下来的各种文献里边 发现了 发现了有一本 有一个册子 这个册子居然是胡适当年读中学的时候 在上海的一个叫城中学堂 在城中学堂 对刚才有一位网友 在补充一句说 台湾的联京 出版了那个 《图示日记》的 另外一个版本 那个版本呢 把所有曹博言家的这些翻译和注释 都给去掉 去掉当然是有利于减少错误 但是 其实更好的一个处理方式 是真正能够把这些相关的人 都给考据出来 这是很重要的 那么很快北京大学就在 这个日记全编出版以后 就出版了 就发现了这个 胡适的中学日记 所以很快就编辑了这样的一本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胡适 未刊书信日记 这是季协林先生提的字了 就收入了一个 早期的一个日记 这个日记居然就是在 1906年的时候 1906年你知道胡适刚刚是15岁 不满的时候 他在城中学堂读书的时候 写下的日记 在翻译 我读这个胡适的 这个城中学堂日记呢 发现了一段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文字 这是他日记的首记 他说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与等近日所读》之国民读本 这个国民读本 这个 涉及到什么东西 我们可以往下 往下再翻译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是 这个台湾的这个日记的 一个影印的 这样的一个文件 《与等近日所读之国民读本》 所论法律之功利六条 《甚妾当译之》 其实呢 这个东西都是 句窦方面 有问题 就是 所编法律之功利六条 《生妾当》 《逗号》 《译之》 因为这个 《当译之》 是一个错误的说法 因为后边 大家可以看到胡适 后边每一条都 把它译出来了 所以他已经 译出来了 《甚妾当》 《译之》 这样的一种说法 我们接着往下翻这个看一看这个具体的内容 我们看到这六条 这个涉及到的是所谓的法律公立 但其实呢其实就是法律格言了 就是说那些个虽然没有在法律方面而明确的加以规定 但实际上可以说它具有法律的效率 那么你可以看到其中这六条 第一条说的是凡人对于法律皆平等 我们今天很熟悉说法律面前人平等 第二条是凡未为他人正其有罪之前 皆当以无罪代之 我相信学法律的朋友都一下子想到了 这叫无罪推定 一个人没有被定为有罪之前 都应该是以无罪来对待 第三呢是说 同一罪名不得经二次之审判 同一罪名不得经二次之审判 第四条就是 公堂皆动开 私人官审 这次表示说所谓的审判公开了 第五条就是凡人不能才质不能才质 才质官窃己身诉讼 己身送至 我们前面曾经提到过这条原则 就是说没有人可以做自己案件的法官 就是这个意思 第六 法律不能以一人 这个地方挡住了 我看 一人之 怎么私之 一人之力 私之吗 就是说 英文可能看得很清楚 No one has the right to take law in his own hand 就说 法律不能把一个人操纵在自己 不能以一人私之 感谢这位朋友 其实这条是一个有意思的制度 我们后边会解释 其实是说 不能不法律操在自己的手里 也就是说 自己不能够去 作为法律的执行者 就去 就去 比方说复仇 说起来复仇 我们后边会 也许要下一次才能谈到第六条 就是 今天是12月14号 我想起来了 今天是一个 也是一个纪念日 日本 日本的东京 有一个叫全越寺的 他们今天会 已经举办完了 今天是他们的所谓的 议事计 议事计 就是47 你们都知道有所谓的47议事 来为自己的祖君报仇 然后最后 47个 46个人实际上 全部都切负了 报仇完了以后 都被幕府判决切负 他们都自己被自己的 就切负自杀了 后来那这46个人 全部都跟他们的祖君 一起安葬 在日本的东京的 在港区那个地方 有一个寺庙 叫全越寺 他们是在 其实是在 1702年的 12月14 12月14 应该算是农历吧 日本有一个特点 就是明治维新以后 他们把以前属于奴隶的日子 都改成杨历 就是用杨历的同一天来纪念 所以 12月14号 就是 祖武明的 议事祭 这个节日 许多人呢 会扮演成为47个议事 来去在那个地方游行 在东京街区游行 我不知道今天 我们有没有在日本的朋友 参加过这个 这样的一个活动 好 我们接下来往下翻 这个 胡适读这本书 刚才有网友留言说 哎呦 那个时候就可以读 这么普世价值的书 一个在上海的高中 中学生 就可以读到 英国的 著名的叫国民读本 我们今天显然 应该翻译成公民读本 这个叫 阿诺德福斯特 阿诺德福斯特这个人 他 就写了这样的一个小册子 就叫公民读本 其实公民读本里边 讲了许多 关于比方说 英国的王室啊 英国的议会啊 上议院的下议院啊 英国的这个 司法制度啊 英国的这个 这个选举制度等等 就是让中学生 对于英国的这样的一个 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 宪政体制 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所以在这本书里边 胡适所提的这几条 其中的四条 是在这一部分 其中有两条 在以前都已经提到过 所以 这是胡适读到的 这样的一个 这本书 这个阿诺德福斯特先生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做了一点 小小的考据 现在请翻到下一页 他是1855年出生的 出生在印度的 印度的 庞泽普 庞泽普邦 一个殖民者的家庭 他的父母亲都是 都是殖民地的官员 在来 在印度那个地方生活 所以他就出生在印度 后来呢 他的父亲姓阿诺德 他就在几岁的时候 就回到英国去读书 读书呢 他父亲后来很快就去世了 去世了 他就被他的姑母 和姑父收养 他的姑父姓Fost 所以他就自己就 因为自己的养父母嘛 是他的姑妈和他的姑父 后来他的姓氏就变成了 阿诺德福斯特 阿诺德福斯特 这样的一个双 两个字组合在一块的 这样的一个姓氏 这也是曹伯岩先生 完全搞错了的一个名字 他那个F 他没有认出来是一个F 其实他搞成了一个J 阿诺德 Jost 搞糊涂了 他这个人呢 他的姑父是一个了不得的人物 他的姑父是皇家 爱尔兰事务大臣 然后呢 是一个很高的官员 他就后来在牛津大学读书 读书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后来又在英国的 你们知道英国非常重要的培养 律师的机构 叫律师会馆 他在其中的一个律师会馆里边 应该是林肯 在律师会馆里边 获得了那个香港人称之为大律师 我们这儿称之为出庭律师的 这样的一个资格 后来呢 他对于从事法律工作 好像兴趣也不是特别大 后来就成为他的姑父的秘书 后来又进入到一个教育的机构 出版社 专门出版中学的教育课本的 一个出版社 叫Kessel Publisher 然后呢 在那个地方工作 然后他也同时写一些 资格中学生阅读的书 这期间他就写了这本书 然后呢 他后来那甚至 这个阿诺德福斯特 甚至当上了英国的 被任命为英国的陆军大臣 陆军大臣 所以他也是在军界地位很高的人 然后呢 就你可以看到他1909年才去世 那不是才去世 其实去世的也很早 这个寿命很短 才活了54岁 但1909年的时候 其实1906年 胡适就读到他的书 所以胡适读他的书的时候 这个作者还活着呢 这个也蛮有意思的 好 我们接着往下发一页 好 我们今天呢 就想顺着这个 这样的一个 这六条的脉络 梳理一下子 结合一下子胡适的一些经历 和胡适的一些思考 然后呢 也结合自己我个人的一点思考 来去 来去 这个 每一条来去做一点小小的解说 也是能够加深我们对英国的 这样的一种司法正义的一种理解 一种不同于我们的一种文明的一种理解 所以第一条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凡人对于法律皆平等 这样的译法可能是 现在我们就译的更加畅快一些 再翻一页 我们就完全就译成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这样的话 安格先生请翻下一页 这一页我专门找了一下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 大家知道最高法院这个门上面 有一个三角形的一个像山头一样的 它是朝正面的了 上面其实还有孔子的像 有孔子的雕像 有摩西的 有孔子的 还有这个苏格拉底 他是谁 反正就是说 人类最伟大的思想家都在上面有他的位置 那么下边就是这行字 就是法律之下的平等正义 这样的一个说法 这个就都体现了我们对于 这个所谓的平等学说的一个理解 就是现代的司法制度 特别重要的一个要义 就是一定要做到 法律对待所有人都是平等的 对待所有人都是平等的 这点胡适可能会印象很深 大家知道胡适在读中学期间 其实早已经把中国的古小说读得很熟了 中国的四大名著啊 其实他都非常愿意去读 这位后来他在研究这些 比方说考剧啊 《红楼梦》也好 考剧《水浒》也好 他几乎每一本书都自己做了一些很认真的研究 对作者的生平啊 对书的表达的一些内容 思想啊等等 胡适对这些个思想很熟 对这些中国的古典小说很熟悉 我相信他不会陌生 中国的古代的司法中间的一些个 比比皆是个不平等的一种表现 司法是特别黑暗的 可以说读中国古典的小说 厌语 笔记 书信 等私人文书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这些这些个所谓的 哎呀 法律面前人平等 对中国的传统的司法来说 是一个非常 非常遥远的一个存在 我们不妨看一下的 比方说 我们看 《水浒传》 请看下一页 大家还记得 林冲到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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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街上 乌买了一把刀 后来就 接到了 军委领导的一个 电话 如果让他到 拿着刀到 这个 这个 到高 高 高太位那儿去 说看看 他家有一把刀 在鄙视鄙视 结果他就 闯白胡杰堂 然后最后被 这个高太位 陷害 最后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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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绑到了 开封府 这个 高太位 只是说 说是让 让滕富音 好生 好生 处理 好生 料理 这意思 就是说是 一定要 从严 从重 处罚了 结果这个时候 滕富音 正要处理的时候 他身边的 有一位小官 叫 孙定的 跟滕富音 说 哎呀 这个事是 屈了林冲啊 我们师父能够 周全他 滕富音回答说 他 做下这般罪 高太位 都有批示了 是养定罪 定要问他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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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他 怎么问他罪名 守之利刃 固辱 结堂 杀害 本官 我们怎么周全得了他 哎 孙定 你看 孙定 马上嘲弄的语气 说 这 咱们这开封府 看起来 不是朝廷的 是高太位家的 滕富音 说 胡说八道 胡说 然后孙定说 嘿 什么叫胡说 谁不知道 高太位当权 一是豪强 更坚他府里 无恶不 无恶不做吗 什么什么 无班不做 但有小小处犯 便发来开封府 要杀 便杀 要刮 便刮 这还不叫他 大家的官府吗 你可以发现 好像有人曾经说过 说 这个 这个 水浒传 这段话 其实是蛮有意思的话 其实也就是揭露了 这个中国古典司法 完全被权势 所操控的这样的过程 你怎么可以想像 那个时候 法律面前能够人人平等 还有毛泽东曾经 说叫大家多读红楼梦 而且都有红楼梦的第四回 说这是全书的总纲 那到底是怎么个总纲 我们看看下一页 我们都记得那个说法叫甲不甲 白玉维唐金座嘛 风眠好大学 这么什么这些说法 这一套押韵的东西 其实到底是指的是什么 指的就是说一个官员 你要处理一些当地的事物的时候 尤其涉及到案件的时候 你必须要懂得这个地方是有一些大豪门大户 你是得罪不起的 你是得罪不了的 你要得罪了他们的话 那才了得 你就官都做不成 连性命还保不住呢 所以这个叫护官府 这个叫护官府 所以说《红楼梦》是全书的一个纲领 理解《红楼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第四回 那么这个第四回讲的就是 整个中国的古典的这个法治 这个法院 这个衙门 公然的有一种不公平 这种情况真的是让人 让人可以说是 我读一些古典的东西的时候 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 你想这个 你读 这个林聪案 姓坤林聪的岳父 上下打点 送了不少银两 最后才能够让林聪保住一条姓名 结果 其实保住也只是暂时保住 不长时间就要把他压 押到汉州那个地方去 走在半路上就上演了野株林的那样的 你又被要掉 到了监狱里边去 也是啊 到了监狱里边 你必须先吃一百沙威棒 你先被打一顿 你要是想不白打的话 那就那就你得给钱 所有的东西不是用权力来去干预 就是用金钱来去干预 所以这真正是特别可怕的事情 还有包括像 武松树潘金莲西门庆案 像这个宋江的那个案件 所有的案件 你可以发现中国古典的司法制度 让人们不会觉得这个司法制度 能够给我们带来正义 带来公平 我们绝对不可以想象像英国人说 想象的 无论一个案件 对方是多么的势力不强 无论我们的多小 但是我们是拖延的正义 是一个非常拖延的 不及时能够送到的正义 但是毕竟能够获得正义 这是英国人的一种信念 可以说几百年来英国人的一种坚定的信念 但是在我们这 可能信念都是一种 公正态是一种奢侈品了 有时候比方说都是要打点一下子 要勾兑一下子 要想方设法的 今天的网线有问题吗 现在可以吗 还好还好 刚刚有一点点 没关系 像有时候 一些中国的企业家 在到了国外去 在美国 一下涉及到官司了 他有时候也想着 拿中国这一套来去办理 有一个中国的企业家 在美国涉及到诉讼 请了一个美国的律师 代理他的案件 结果他天天就关注这个律师 在 在干什么 结果发现律师天天在房间里边 待在这本书看看 那本书看看 他就说 哎呀 你能不能出去活动活动 然后这个 这个美国律师说 我每天早晨都活动完了 所以不用再活动 哎呀 他说你们美国人真笨 这活动活动都不知道是什么 比方说 那个法官能不能我们给他吃 请他吃个饭 或者说我们送点礼物给他行不行 结果送点钱 哎呀 结果这个美国律师说 你可别乱来啊 你这个东西 我告诉你 我要是请法官吃饭的话 我这个律师直到马上吊销 法官也要被抓起来的 这是绝对不可不敢开玩笑的 而且你还要送什么送什么礼物 我告诉你 这个案子我做了研究 我发现 一直以来联邦法院的这个上诉法院 最高法院相关的判决 我都在做研究 我觉得我们赢这个官司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你不用太着急 我会认真的去对这个案件进行分析进行辩论 我告诉你啊 你要是 你不送礼 我们有可能胜 你要送礼的话 我们肯定是败诉 结果 结果这个人就 自无其词的就走了 过了一段时间开庭了 开庭了这个律师辩论也非常的精彩 就法院判决这个他们胜诉 这个中国的商人出了门说 跟那个律师说 你们的法官好像也拿点这种东西吧 他说啊 怎么回事 然后你干什么了 他说是 我就给他寄了 啊 你给他寄礼物了 说不不不不不 那个你不是说我们寄的话 我们肯定输 对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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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寄的话有可能赢 我就用对方的名义 给他寄了份礼物过去 这个就简直是让这个律师哭笑不得 但是你想这个就是为了 金会是干什么 就是为了让法官 枉法裁判 让他得到一个不公正的结果 这个对对方的不公正 对自己又公正吗 像足球之国际著名的足球裁判克里纳 到中国来访问的时候 这个中国的足球裁判问他说 你们怎么去处理这个拿了钱的裁判 克里纳眼睛瞪的那个那个两个眉球眼瞪的 简直增量增量的说 这是什么话 这是什么问题 他都听不懂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 所以呢 这个法律面前的平等 怎么去能够 能够在有权有势和无权无势的人面前 保持一种平等 当然这个连结是有密切的关系的 那么我要说的话 其实我们今天理解的法律面前的平等 还不仅仅是说 对于有权有势的人和无权无势的人 都要平等的对待 其实今天我们讲的司法 法律面前的人平等 其实需要有个更加深入的一种思考 那就是在时间的维度上面的平等 和在空间意义上的平等 那么空间的平等是指说 我们如何去保证在一个统一的国家里边 单一制的国家里边 生活在不同的地方的人 都适用同样一套法律的准则 也就是说 无论你的案件在哪 同样的案件都能得到同样的判决 无论你是在乌鲁木齐 还是在广州 还是在郑州 大家的案件都能得到同样的对待 各位朋友 其实这个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你如何能够保证 你想想一个案件 同样的案件 一个合同的纠纷 也许发生在北京 北京的法院受理 海淀区法院受理 也许发生在浙江 海宁法院 继承法院受理 你如何去保证 在两个地方的法官 对于合同的理解会是一样的 对于关键的法律的法律的关键词的理解是一样的 对什么叫违法的合同契约的行为 这个合同的义务的理解是一样的 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的法律教育也许是要服务于这样的目标 也就是说法律教育过程中间 大家都要 比方说有人可能是在北京的一个大学里边读法律 有人可能是在贵阳的一个大学里边读法律 但是大家读的法律都是 都是一样的 大家脑子仿佛四年以后脑子被格式化了 大家对于什么叫要约 什么叫承诺 什么叫故意 什么叫直接故意 什么叫间接故意 我们要有一个统一的理解 我们的头脑要装一个像一个统一化的一个词典一样的 去对于这样的一种类似的行为 我们的判断会类似的一样 这个是法律教育能够做的非常大的一个贡献 那么与此同时呢 我们也必须要去想方设法局 通过比方说 法律教育跟相关的选任制度也有关系 如果一个法官 他不需要通过法律教育这套通道 他随随便便就可以到法院去做个法官 阿妈阿狗都可以去 或者我做不了法官 我可以做院长 我可以领导你法官 我通过院长 我还可以对于通过审判委员会来 指令你法官怎么去判决案件 那这样的一个事情就变得非常麻烦 所以法官选任制度如何保证所有的法官 都能够有大致相当的 类似的法律教育背景 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另外再就是 你如何去通过一种上述机制 来去让全国范围内的法律解释 能够趋向于统一 过去 我们曾经邀请一个美国的联邦上述法院的法官 到中国给法官讲课 他先是在上海 给上海高院的法官讲课 后来到了武汉 给武汉高院的 湖北省高院的法官讲课 在湖北的时候 我正好是作为那个项目的 培训项目的一个协调人 同时也是给他们讲了点课的 一个教师 然后美国的这位法官 因为他就刚从上海来 然后他就问说 湖北高院的在座的各位法官 你们是否能够经常的研究 上海市高级法院的法官所做出的裁判 他们所做的判决 湖北高院的法官觉得这个事 我问这个是什么意思 他们说不会的 我们没有这个机制 我们没有这个途径 来去经常研究他们的判决 但是呢 这位美国的法官就问说 但是我知道你们国家的司法 是绝大多数案件 通过二审中审制 绝大多数的案件 都在省和省以下的法院就判完了 比方说在一个区法院一审 在一个中级法院二审 或者在一个中级法院一审 在高级法院二审 二审中审制 就不可能再去上诉到 另外一个更高层次的 你们湖北高院 或者上海高级法院 都是确保法律统一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你们如果不互相了解一下的 大家对于 类似的案件 是否能够类似的进行判决 我们不去认真的研究 协调 我们如何去保证同样的案件 同样的判决呢 这样一问的话 大家都觉得 这个好像是一个挺重要的事情 所以 法律面前人平等 你想 这个 大家许多人都还想得起来 叫史上最牛提款机案件 那个史上最牛提款机案件 就是在广州的许庭案 那个许庭案 最后许庭在广州 也是已经折腾了 中院先是判无期徒刑 后来呢 社会反响太强烈了 最后 许庭他们也上述到省高院 广东省高院说 发回重审 事实不清 证据不足 其实根本不是什么 事实不清 证据不足 完全就是 广东高院不想把这个烫手山芋 放到自己的手里边 最后就发回 中院 重新另行组成何以庭审理 结果另行组成何以庭审理 由无期徒刑 变成了五年有期徒刑 简直像过山车式的司法 五年有期徒刑 在监狱里边 总共服刑三年零九个月 因为许庭在监狱里边 表现很不错 于是就提前出狱了 他三年零九个月出狱 但是类似的情况 在别的地方 在云南的取境 在陕西的西安 在浙江的宁波 都有类似的案件 但是这些案件 他们没有办法去说 获得一种非常好的联动机制 让同样的案件 真正能得到同样的判决 这是根本没有办法 在这国家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说这是一个市场经济发展 你们知道市场经济发展 需要有一种统一的规则 交易的安全 我们的一个企业往往做生意 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 你如何保证在全国的不同地方的法官 他对法律的理解是一样的 不至于在这个地方是合法的行为 到了另外一个地方是非法的 这是我觉得特别特别严峻的一个事情 那么所以我们没有这样的一种机制 我们的高级法院 根本没有承担起一个 能够全国范围内的进行一种协调的机制 来去对于法律解释 能够保持一种一致性 这是法律面前人平等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维度 那就是说是空间的维度 时间的维度呢也非常重要 时间的维度就是说 一个案件去年是这么判的 今年我不能够变成一种另外一种判法 大致上要保持一种时间的进展的平衡性 你知道这涉及到什么 这涉及到人们对于法律 一种特定的行为的法律效果的预期 我可以通过研究既往法院所做的判决 到底这些种行为到底是怎么判决的 判决都是确定这是合法的 是完全合法的 那么我就今后我也可以这么去做 我就可以确保这是合法的 但是最大的麻烦就是说 有时候经常招令膝盖 有时候经常是说法律的司法 受到政策的一种巨大的影响 经常是激轻激重 一会儿就像发神经病一样的去 进行严打呀什么东西 这个非常非常雷霆万钧的手段 来去捕拔特定的犯罪 过一段时间这种情况又变成不重要了 就就搞得有点像是一种特别的运动式的 一种执法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这个对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来说 是一个极大的一种伤害 极大的破坏 所以我们今天要理解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是其实是应该有一种更加复杂的理解 应该结合我们的司法制度的一种设置 司法制度的运行 司法制度如何去确保全国的法律规范的统一性 和时间意义上的一种统一性 这个可能是我想非常重要的一点 接下来我们请安格先生再犯下一页 凡人为他人正期有罪之前 皆当已无辜待之 这个翻译的 这个是十五岁的 那个在那是光绪年间 那个胡适的翻译 今天我们应该把它翻译成 这个任何人 在他最终被证明有罪之前 都应该被视为是无罪的 就是无罪推定 无罪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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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读大学的时候 那个时候说起无罪推定 经常那老师们都说 这是自探阶级诉讼制度的一个原则 我们不搞无罪推定 我们搞我们师父求是 有罪就是有罪 弱小的存在 我们必须要保证 他在被最后证明有罪之前 应当被作为无罪来去加以对待 也就是说他是 我们应该假定他是无辜的 他是 他是无罪的 然后呢 这个也就意味着证明一个人 是否有罪是否有罪的责任 是由国家来去承担的 由政府来去承担的 而不是不允许一个人自证其罪 我自己来去交代 我为什么是有罪的 这一点呢 我觉得是中国 我们经常有说 有些人说起来 说一到局子里边 抓到局子里边 最后总被问说 你是什么事 做了什么事被抓进来的 你要是无罪的话 怎么能进来呢 这种情况就是经常会有的 我们翻到下一页看看 美国的一位著名的诉讼法专家 他叫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先生在他的著作里边 说这个无罪推定 这个原则呢 其实是一种非常非常的 英美化的原则 也就是说他起源于 深深的起源于 英格兰的法律制度 安格鲁萨克逊的法律制度 我们在前不久 有一位朋友翻译出版了 这本普通法简史 这本书里边 就是对于这个 犯罪嫌疑人的这样的一种 他的处境 随着人们的人权观念的 改变 逐渐的加以改变 然后呢 人们逐渐的意识到说 我们必须要被一个人 假定成为无辜的 才能最大限度的去制约 去约束 这个国家的权利 才能够更大限度 最大限度的去促使 政府在证明 一个证明犯罪的时候 要最大限度的超越 合理怀疑的去让 所有的人都相信 这个人就是有罪的 亚伯拉罕这样的一种说法呢 他觉得说 只有英美才会 是这种制度的一个 创立者 而他认为欧洲大陆国家 欧洲大陆法律的体系里边 无罪推进这个原则 其实是另外一种表达法 那个意思 那个表达法是叫 一个人最终能够证明 是无辜之前 都是被认为是有罪的 也就是说 你 你是我们 你必须自己 必须最后证明是无辜的 当然政府也有责任去证明 但是最重要的是你律师和你本人 来去想方设法的 去把自己的罪过洗刷清楚 这一点是 亚伯拉罕认为 这是两者之间的非常大的差异 但是我相信 法国的学者可能不会 不会接受这样的观点 因为这个人权宣言 其实已经 这个法国大革命起源的那种主张 人权宣言本身就是一种 非常非常用庄严的语气 来去宣布无罪推定的这样的一种原则 保障人权的原则 但是我要说 其实法国的这个学说和实践之间的距离 其实是非常遥远的 我们都知道 起草人权宣言这批人 其实他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比方说雅各宾专政 大家都记得雅各宾专政的时候 那个时候其实像 像这个 像罗伯斯比尔这些人 像丹东这些人 其实他们在年轻的时候 都是一种非常倡导 人权保障的 罗伯斯比尔甚至主张说 言论要完全不受限制的自由 我们到现在都不大会同意说 任何言论都可以自由的加以表达 比如说你不可以在一个坐满了人的剧院里边 喊着火了 然后发生这样的一种 这个踩踏事故 我们也不容许一个人去用 非常暴力化的一种语言去 仇恨化的语言去描述 其他的族群 这是不容许的 但是罗伯斯比尔就觉得 没有任何对语言的 任何对语言的限制都是不合理的 然后罗伯斯比尔甚至主张说 我们应该彻底的废除死刑 他是一个死刑的废除论者 但是同样是这批人 随着他们 他们获得了一种政治上更高的地位 随着法国的这样的一种 社会的某种仇恨感 越来越强烈的时候 他们逐渐的就变成了一种 越来越倡导一种恐怖的杀戮 他们越来越倡导一种 通过一种 一种一种那种司法制度 简直是非常可怕 比方说他们也引进了 从英国引进了陪审团制度 但是他们那个陪审团 简直可以说是更加 那比专业的司法人员更恐怖 更压制人的权力 人的自由 最后匆忙的判处死刑 大规模的杀戮 所有的一些人 有些朋友看过双城记 迪宫斯的双城记 那个给贵族家服务的一个裁缝 也是有罪的 因为你为贵族服务 然后杀人 杀这些人 然后为了更有效的杀人 就开始用那个断头台 断头台的设计就是为了更 使得杀人更加有效率 后来发现其实最有效率的方式 比方说不要用一个人一枪打死 而是用炮 这个把一群人放在一堆 堆在一起 然后用炮把它轰了 这个叫炮绝 我以前以为炮绝是我们旁边那个邻国 发明的一个死刑执行方式 原来发现这个是 这个是法国大革命期间就有的 后来发现打炮其实也浪费子弹 也浪费钱财 最后发现这个特别好的办法是 把人哪给绑起来 手脚绑起来扔到河里边淹死 这是最好的办法 但是觉得这么 就是这么绑起来淹死 还不如比方说有男有女 我们把那男女然后脱光了 然后用绳子把一男一女绑在一块儿 扔到河里边淹死 这叫什么革命婚姻 这叫革命婚姻 哎呀 法国这个制度真的是有意思 最后就变成了一种非常非常恐怖的一种 让欧洲的其他地方的人 一想起法国革命 那就简直是 简直是恐怖到了心底里的这种恐惧 但是法国大革命高扬的口号特别多 那些口号说的都是特别的天花乱醉的 他不像英国 英国他们不擅长说口号 但是他们特别的擅长的是 让一个权力的保障的机制 逐渐的从程序的夹缝中间 慢慢的慢慢的就发育出来了 慢慢的慢慢的就使得政府的权力 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 比方说到现在可以说是 很早开始就是人身保护令 人身保护令其实就是在很大程度上 就是为了让一个人 不至于被积压的时间太久 太长 因为积压过程中间 就会发生一些侵犯人权的事情 就会发生一些 就是有罪推定 想想中国清朝的时候 有一些人在最后被判刑之前 已经被关押了十四年 甚至二十几年的情况 你人还没有判有罪无罪 就已经关了十几年 那就等于是说 等于是说已经是未诊 就已经是先执行了十几年的刑期 这种情况不只是在清朝 前些年在河南洛阳那个地方 有一个叫吴刘索的人 他就是 他是二十六岁那年 以强奸杀人罪 被抓进牢里 抓进去 抓进去以后 他就 每次审他都说 他都喊冤 不是他 然后最后判 判来判去 判来判去 一会儿又发回重审 一会儿又上诉 一会儿又发回重审 一会儿又上诉 结果 最后他的案子 被南方的一家报纸 揭露的时候 他已经四十岁了 他在 他已经被抓进去十四年 但是 是不是他犯的罪 还没有搞清楚 这种情况非常非常的麻烦 所以 我觉得 那么 胡适先生呢 其实他对于 这个有罪推定 有一点自己的一些 特殊的感受 这一段 我是 我是 摘抄了他一段日记 他就说 他研究 研究 哦 对 安格先生 你可以再往下翻 再往下动两下 下边还有两个小段 还有一点 还有一点 对了 大家知道 胡适 一辈子有一个非常大的乐趣 就是研究水晶柱 水晶柱 这个被称为是大遗案 因为一直以来 包括王国伟 包括许多知名的学者 都认为 呃 戴震 安徽的一个著名的学者 戴震 曾经在他对水晶柱的研究中间 剽窃了 全主望和赵一青的相关的研究成果 于是这个戴震的这个对水晶柱的教授 就存在着很大很大争议 有许多学者 说起戴震就摇头 结果胡适就 而且他在晚年的时候 用了很大的心力 对于这个 有什么问题吗 用了很大的心力 对于水晶柱进行研究 为这个戴震变冤白霸 他认为戴震不存在这个问题 然后他就 他就写了一系列的文章 你知道他 他简直可以说用那个经历 他对这个 这个事件 倾注的经历特别的多 他最后 深有感触的 写下了这个 1944年10月7号的日记 他说 他用英文写和用中文写文章的时候 就有一个非常大的感受上的区别 用英文写的时候 他发现在英国的这样 英语的这个语境下边 或者说在英美法律的语境下边 他只要说一句话说 没有任何证据证明 戴震曾经看到过 或者说利用过 陈祖旺和赵一青的著作 就可以了 就不用再说别的了 但是他说 用中文写的时候就麻烦得很 因为人们就会说 哎呀这个事嘛 这个 恐怕也不是空穴来风吧 要是空穴来风 怎么可能的空穴来风必有所致 就是他是应该有原因的 你不要把这个原因说清楚 这样的一种事情 就变得非常的麻烦 他说用中文写 你必须要去不仅仅说 他没有看见 而且你要去证明说 戴震的著作里边 确实是有自己的独创 为什么这是自己的独创 而赵 全主望赵一青他们没有这种 就写来写去的时候 有时候觉得 就在中国你要一个 为一个乌者变乌 就变成了一些 极其困难的事情 他说我因此想到了 中国法庭证据法问题 与人权保障有关切 如果证据法不明的话 法律的实施将不能够保障 人民的名誉生命财产 罪于为轻 等于说证据不够 但是也只能重轻发落 重轻发落 你还是有罪之身 这个是胡适认为 中国的这个 中国的这个传统的法庭啊 问题很严重 所以他说 为保障人权记 中国的法理学 应该向证据法的方向去发展 我觉得这是体现了胡适 对于人权保障 通过证据法的一种改善 进行人权保障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种 努力的方向吧 好 我们接着看下一片 好 这个是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条了 同意罪名不能经二次之裁判 这是第三条 大家注意到 这个下面这个照片上面 是胡适的原始日记的 那个照片 最后有一句话 这句话 将是写了半截 没写完 说以上六条 为第三则 第三则就是我们上面说 同意罪名不能经 二次之裁判 为第三则 为第三则什么 为第三则 我觉得他是当时有什么事 可能中断了 就没有再写下去 就留下了一个历史的遗案 这个第三则 说明第三则难以理喻 第三则不能够 不能够让人明白 为什么有这么个第三则 同意罪名 不能经二次之裁判 我想问问在座的各位 在场的各位 大家想一想 这条是到底 这条是什么意思 一个罪名不能二次之裁判 我们 对了 有些朋友已经提出来了 我们再翻译 看看这条规则的一个来源 这个词刚才已经有朋友 用这个 已经说了 我把它翻译成双重危境 前几年 这个已经是二十多年前 在中国中法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这本 我主持的美国法律词典的翻译 把这个Double Jeopardy 翻译成双重危境 或者说疑似不在乏吧 或者说是双重危险 这样的一个事情 其实有时候会引起很大的疑惑 比方说 我这次审了 审了没有证明他有罪 但是 我以后又发现金证据呢 证明确实是他杀了人 怎么办 我们都知道 美国的那个著名的网球明星 辛普森 OJ Simpson 他的杀人案 他的杀人案 这位朋友不能这么说 他说是 人不能被砍两次头 这完全不错误的 这不是砍两次头的意思 就是说 不能进行两次审判 也就是说 比方说辛普森案件 大家知道他在 第一次刑事审判的时候 就最后 你知道有一种种原因 就是 那个陪诊团 不认为检察官 已经很好的 完成了论证 他的犯罪事实成立的 一个证明 比方说 有一位警官 他在法庭上 其实是 他撒谎了 他说他从来不歧视黑人 但是他以前 有证据证明 他有歧视黑人的 那个血液的样本 沾了血液的 这个证据的样本 在汽车的后备箱 夏天的汽车后备箱里面 放的时间很长 其实已经变异了 有问题了 就不可以相信了 这些证据都证明 这些证据都让检察官 对于这个犯罪事实的 成立的论证 变得让陪审团的人觉得 这是没有办法去说 你知道就叫超越合理怀疑 以至于人家根据常理 都不可能任何质疑 你一定要证明到一种 如此完备的程度 我们才可以判一个人有罪 否则的话 我们就判无罪 结果判完无罪的时候 你们知道 全国上下引起了很大的动荡 几乎以族群化戒 黑人都为这个判决而欢呼 白人都觉得这样的司法 简直是糟糕透了 甚至当时的小不值总统吧 党总统的时候 然后批评说 我们的司法制度必须要改革 这样的司法制度是存在缺陷的 联邦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 少有的对于总统提出来了 直率的批评 认为我们不能够由情绪 来牵着我们的鼻子走 我们的司法制度 这是公正的司法制度 后来当时 因为我后来也 那个时候在美国待了一段时间 然后去听说 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去参观 然后联邦最高法院法官 不是法官 是他那个法官中心的主任 跟我们说 当时他们也接待了 中国的最高法院的一个代表团 访问美国 最高法院的那个代表团团长 中国的最高法院的一位会员长 说你们美国司法制度 存在的严重的缺陷 其中非常大的一个缺陷 就是辛普森案所体现的 明明是他杀了人 但是你们居然去宣告他是无罪的 这是完全不合理的 结果 那个美国的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 就说解释说 其实我们刑事司法最后要做出的判决只有两种 一种是有罪罪行成立 一种是无罪 只有这两种 罪行成立的就接着就去执行刑法 所以无罪判决就放人 但是他说这个联邦法院的法官说 其实无罪判决的实际上 其实存在的两种可能性 一种是的确无罪 有明确的不在现场的证据比方说 但是另外一种情况 是一罪 我们没有办法证明他有罪 但是呢 他特别像是有罪 但是特别像是有罪 我们不能把他判的就有罪 我们只能把他放掉 把他放掉 而且放掉了以后呢 我们永远丧失了 对他这起刑事案件再追溯的可能性 因为不允许出现 所谓的双重威信这种事情 这其实是一种价值的取舍 也就是说 我们没有办法去证明他有罪的时候 我们就宣布他无罪 他可能是有罪的 但是我们宁愿付出这样的代价 我们也不可以说 把一个犯上去有罪的人就给判刑 这是人权保障的一个重要的准则 上一次我想了半天说的 这个电神导师的那句话 叫宁肯错放以前 绝不网杀一个 而不可以说是宁肯错杀 以前绝不放纵一个 这是完全是两种不同的价值观的 一个平衡的问题 所以我们那次是一个小型代表团 去访问美国考察美国的司法制度 美国的那个给我们开打巴的那个司机说 你们到美国来考察这个国家的司法 这个刑法制度 这个国家的刑法制度天天都在想着 如何去让被告犯罪嫌疑人逃脱惩罚 但是你们来学什么学 哎呀我们的情况是真的是 我们都会觉得 这个制度它的好处就在于说 让一个人不会说被杀了以后 你过了十年你才知道 哇天哪我们杀错了人 这个人完全是杀错了 他是无辜的 我们这就是法国的一位 著名的比较法专家 他曾经说过的一段话 他说 他说法国的刑事司法制度 和美国的刑事司法制度 哪个好哪个不好 其实也很难说 哪个好哪个不好 其实如果你要是没有犯罪 你最好是选择法国的制度 你真的没犯罪 你选择法国的制度 因为法国的制度呢 在你最后走上那个 最后的公开的审判的法庭之前 一定会想法设法 前面那个预审程序 能够让你提前就被释放 因为那些预审法官非常独立 也非常严格 他跟后边的法官不一样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犯了罪的人 你最好选择英国的 或者美国的这样的一种体制 这种体制让你 真的是存在着一种可能性 那就是说你明明是有罪的 但是最后你的律师 给你的辩护非常的强有力 最后的结果是让你脱罪 让你逍遥法外 这是法国的那位著名的 比较法专家叫乐内达雷 他的一个比较两国的 行政司法程序的办法 其实这个东西啊 胡适不理解 我们今天有多少国人 能够理解说 一时不再罚 一次犯罪不得两次惩罚 我们国家的刑事司法制度 刑诉法根本没有接受这套制度 我的有一位 大学和研究生的双重同学 中国社会科学法学研究所的 王敏远教授 他是专门研究刑事诉讼法的 一个特别知名的专家 他说 我问他 我说中国 有没有希望能够在法律里边 确定这个双重危境的理论 这样的一个学术 哎呀 他说在很早 在将近20年前 他就曾经 曾经呼吁过 但是呢 最后的结果是没有人理睬 都觉得这个人是多事 都这个 这个根本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 我相信这样的一种 利益的权衡 利弊的权衡 价值的选择 其实是一个 法律制度运行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方面 是一个决定法律运行的一个 一个 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但是如何去能够 我 所以说作为 文明再造的司法改革 这文明再造 其实是非常大 很大程度上在于说 我们能够更好的去 在 人权保障 与这个 被害人的权益保障 和被告人权利保障 在整个的人权保障 和社会的秩序的维护方面 如何去保持一种 更加合理的平衡 这一点是 我觉得我们今后 所面临的一个重大的任务 胡适先生后来 一辈子对这个问题 其实只有一次 他谈了一点他的观点 那就是在美国的那个大兵 在1948年的时候吧 美国的大兵 皮尔逊在北京 这个 这个 涉嫌强奸 那个叫 沈从的 女生的 那个案件 那个案件的时候 许多中国人 义愤填膺的时候 胡适讲了一番话说 美国的司法制度 必须要考虑到 这个 无罪推定的一个原则 必须要考虑到 这样的一种 形式程序中间的 许多的人权保障的原则 所以我们不可以用 自己的这些 义愤来去 取代美国的司法制度 他当然讲过这个话 当然那个时候 胡适其实已经跟 所谓先进的学生 今天我们叫小粉红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叫 叫左派学生 已经是渐行渐远了 所以就变得 他的话 也没有多少人 去听到了1948年 这是胡适的 这个六项准则 我们今天先讲 这前三项准则 后边我们 安格先生 你翻一下后边这页 我看这是什么 哦好 后边就涉及到 审判公开了 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我们会讲一下的 伟大的当时的法语教授 梁宗戴 离婚案 不是到法庭去做证的故事 也蛮有趣的 我们今天 我看现在是9点 9点 哦9点50 9点50 我们可以再进入了 答问环节吧 你试试一下 还不试试 算是1点 为2点